旋律响起 那些岁月仿佛从来不曾远去 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 才能让这些歌曲打动几代人的内心 著名音乐家王丽萍上集 201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 电视连续局书胜王羲之主题曲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74岁的中央文史官官员 王丽萍创作了该剧的主题曲和插曲 这位中国著名作曲家再次走进了公众的视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多年担任电影音乐学会的会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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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他创作的这些影视歌曲 依然被人们广为传唱 让我们在听他的音乐的同时 能够眼睛里立刻能够有画面 就是他把每一个题材 都当做一个形象 通过旋律去塑造 这是王老师作曲的一大特点 他的旋律 你今天来听的话 你一听就是王立刻 属于那种接地气的优美 他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 歌曲音乐 一直到影视音乐 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这是一个大的风铃 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这个风铃不同之处 它是一个作曲家做的 所以特别有音乐感 声音非常好听 很神秘 很美 近些年 王立平喜欢上了阎西书法 能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 从而达到某种创作境界 是王立平一贯的追求 写字是文人的本分 也是个人的爱好 同时也是修炼一种心境 其实呢 不只是安静的静 有安静的静 才有干净的静 才有静位的静 才有境界的静 所以我想 如果心能静下来 不浮躁 可能 可以把时间做得更好 真正的艺术 真正的艺术 需要艺术家潜心研究 用心打磨才能完成 甘于长久的寂寞 也许是艺术家必经的路途 王立平就属于后继勃发 大气完成的艺术家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3年 此时王立平已经32岁了 他即将调入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 不过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 他仍然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作曲 儿立之年 但是成家没家 立业没业 那个时候也不行 比如是写毛主席会见尼克松的资料 要求要不卑不亢 要不冷不热 反正是四平八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写热情歌颂毛泽东 万一这段音乐落在尼克松的头上 你不是歌颂帝国主义的头子吗 说你对他 你来个大爹的大爹 对日本鬼子对他 这段音乐碰上了毛主席 那不就是抛打司令部吗 所以那个时候的创作是没法写的 这就是在四人帮当政的时候 1976年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人们期盼改革的愿望 使得各行各业的创新思潮活跃起来 这时王丽萍接到任务 为一部前海女工的纪录片编曲 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海南岛前海女工 种植海菜的故事 种植麒麟菜 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 如今 这些镜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部充满新气象的纪录片 能为这样一部作品作曲 让苦等创作机会的王丽萍十分兴奋 他决定用电吉他来表现前海姑娘美的形象 我们当时有一种社会说法叫流氓乐器 弹吉他都算不正经的人 我觉得这个王老师当时是一次极大的冒险 把一种当时的最时髦的一种乐器的形态 一种当时不是主流的一种音乐的语言 表现在他的音乐当中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 后来知道有一个人 在文革前是教这个的 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 他在建国门菜站 登三轮给人买带鱼大白菜什么的 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所以请他来时 我就说 要是成了你也不用谢我 要不成你也别怪我 经过反复斟酌几亿起稿 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彼端 可是就在王丽萍交稿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解说词很长 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 那么长的解说词 就会淹掉我所有的 就盖掉我 因为一有解说词就没有音乐 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 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 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 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 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我建议他叫前海姑娘 审片的日子终于到了 电吉他的音色在当时很多人听来 颇有些迷迷之音的味道 怎么拿下了面杖 出了什么毛病 这一大胆尝试 领导是否能够接受 王丽萍没有底 哦 他们是在做互相救护的练习 有人说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 那个镜头可以掉一掉 就是谁都听了音乐 但是谁都不说音乐 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 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 因为万一要是在有点什么问题 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在那个炸暖缓寒的岁月 领导的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 前海姑娘在公映后 这段轻松抒情的旋律 也随着影片的放映 传遍大江南北 当时听到前海姑娘是某一天的晚上 我们那个大院里放露天电影 说放纪录片 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 兴趣去看纪录片 但是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它像一个 就是像一个集合号一样 大家纷纷纷纷纷的往那个 这个露天电影的这个广场上集中 可见一个音乐对于一个人的感召 前海姑娘被当时的音乐界成为开创了一个音乐解放的新时代 王丽萍一战成名 紧接着他又为多部影片创作了配乐和歌曲 其中记录片《哈尔滨的夏天》中的主题歌《太阳岛上》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正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太阳岛上》这首歌里 王丽萍第一次将电子琴融入到合奏中 八十年代初期 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清新旋律 给刚刚走出文革压抑的人们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抚慰 成为那一时代的经典之作 我有一次在火车上 晚上上车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晚上睡觉之前 就七八个钟头里头 《我的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前海姑娘》各种作品 就这一早一直摆 出现过二十二次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 很高兴 但是也很担心 我觉得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我们的文化还不繁荣 所以有一些大家喜欢作品 就扎堆的使用 《前海姑娘》后来又做什么 那个天梯预报 是海洋什么预报 被一种很久很久 所以我 但是这件事对我有个启示 美 是艺术的核 善于运用电子乐 创作美的旋律 让王丽萍声名雀起 1980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兼导演于扬找到王丽萍 邀请他为自己的故事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 哪有全国通缉的走资派 不带手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小王啊 这是你第一次写故事片 你要写成了 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 你要写不成 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 反正说 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王丽萍翻看剧本了解到 戴手铐的旅客 讲述的是老公安侦察员刘杰遭受诬陷 在流亡过程中 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追捕的警匪题材电影 而在当时 也有一部同一题材的日本电影 在中国风靡一时 那就是由高仓建主演的追捕 这段节奏感强烈的电声配乐 在今天听起来也许不算别致 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却足以让国人而逆一心 宇阳也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影片 创作一部类似的音乐 可是王丽萍却觉得这样创作并不合适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 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急地唱我爱你 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 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 始终不遇 这种坚韧不拔和这种有情革命的有情 我心里有一种概念 就是艺术需要情感 情感需要真挚 不能因为去赶风头 音乐的邪爱可能不源自于我自己 我父亲就是从事教育的 1941年 王丽萍出生在吉林长春的一个音乐之家 父亲是音乐老师 酷爱中国的民族音乐 王丽萍记得 小时候他常常能听到 父亲那美妙的笛声 从我不懂事就经常听他吹 所以说这些是从 从开始认识这个世界 听话也听不懂 大家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就有这种寻陶 所以对我的影响很深 王丽萍上小学的时候 弹钢琴 打小鼓 他都已经非常出色 1954年夏天 团中央决定从全国选拔 十几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去苏联 匈牙利等国 参加国际夏令营 王丽萍幸运地 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匈牙利也是一个音乐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国家 学了匈牙利的民歌什么的 所以特别知道了 List这样的大钢琴家 过去知道List 不知道是哪国人 到那知道原来是 匈牙利有个大钢琴家 List听了他去 对一个年轻的 或者是对世界来说 是出来乍到的一个孩子 突然这样演技开发 开阔 我觉得对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我们这些小朋友 离开 最后回来 在莫斯科离开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在莫斯科广场 红场 大家抱在一起 说一个美人的愿望的时候 有的人说当工程师 有的人说当教授 有的人不同的想法 我记得我说了一句 我的小朋友们后来见到 也都记得我说一句 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音乐家 回国之后 王丽萍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开始了长达11年的音乐学习 他本以为自己的音乐梦想 已经尽在咫尺 但在这里 却始终充满了困惑和苦恼 我在东北算是挺好的 因为我又会弹钢琴 又是我们学校合唱队的指挥 也算个小天才 很不错了 但是到那以后 我听了同班同学 弹钢琴比我 很多人比我好 拉小提更笨说 你看我们同班 同龄 圣证国 他已经当时演奏得非常棒了 对我也是很大的一种刺激 到图书馆一看 那么多柜子 那么多名作 前人写的 每一个都是那么精彩 我说在那儿 有我的天地吗 我能跟他们相比吗 我曾经确实有过想法 不能再去音乐了 因为没有路可走了 从少年班 直到大学毕业 王丽萍在中央音乐学院 学习了十一年 这是充满苦恼和困惑的十一年 我一开头觉得我才气不够 完了以后就感觉自己 努力还不够 但是后来实际上自己明白了 还是我缺少一些生活的积累 对社会 对历史 对文化 这些方面的修养不够 1965年 24岁的王丽萍 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 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并没有给他继续实现 音乐理想的机会 王丽萍被下放到了 天津格雇八一农场 文革那时候我在部队农场 我父亲受冲击去世了 母亲送到农村 妹妹都也送到农村 也下放 我在农场待了四年半 每次我从那天津过 我妹妹从天津过 一定要下车到家走走 我们家里有父亲去世之前 留下的一棵橡皮树 还有一个老的座宗 我们每个不管谁到家去 一定点一棵橡皮树 浇满水 完了在座宗上满了劲 我觉得两次我到天津的时候 一看水是满的 这个座宗滴答滴答正在走 因为我妹妹刚从那经过 但是我就是这样 她走了我来 我们彼此见不到面 所以说那个时候 经历了很多这种人生的 生离死别悲欢离合 正是这段特殊的岁月 王丽萍完成了丰富的生活祭奠 和情感积累 真正体悟到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 再后来 她被分配到中央新闻记录 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 随着《前海姑娘》 《太阳岛上》 《驼灵》等音乐作品的流行 已近中年的王丽萍 终于后继勃发 一跃成为了中国知名作曲家 而在接下来的岁月中 王丽萍的音乐创作之路 还将经历难以想见的考验与磨难 她能否在艰难困苦中 寻求艺术的更大突破